欢迎收看缤分娱乐秀 我是小雨 很高兴能够和您在这里见面 我们会每天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万万没想到周深不吃土豆丝的原因 的话题瞬间登场热搜 更是没有想到人民健康网特意喊话周深 送上了一份护嗓攻略呢 作为一位歌手保护嗓子是首要工作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实力歌手周深也是一位护嗓达人 不过看看人家这护嗓的办法 你就会知道为啥我们唱歌难听了 大老不能吃土豆丝啊 因为土豆丝很尖会刺破我的嗓子 熟悉我的生米都知道 我吃米一定要把两端给剪掉 会刺破我的嗓子 如果不是愚人节 可能很多粉丝都会相信这个理由了 一本正经的开玩笑 不愧是吃米都要去米尖的 胡说八道第一名周深 事情到这里怎么会结束呢 这波人民健康往火速赶来送上一份护嗓攻略 希望可以帮助到不吃土豆丝的护嗓达人周深 以上罗列了一大堆的攻略 还特意的告诉周深要注意饮食均衡 不要亏待土豆丝啊 但是仔细的评评这份攻略就会知道 周深之护嗓达人做的有多么的不合格呢 首先少吃或者是不吃酸辣 油腻刺激性的食物 了解周深的粉丝都知道 这位实力歌手可是一位无辣不欢的人 就连去岛上录节目都不忘带着自己的油泼辣椒呢 不吃辣怎么能行呢 其次保护嗓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的少使用嗓子 可是昨天惊喜掉落的片花就会发现了 周深有多么的不珍惜这个好嗓子呢 本来是需要拿着扩音器为电视剧长歌行做宣传的 没有想到这个调皮的孩子扔掉了扩音器 全靠自己的音量喊出了 长歌行我看行今日开播 有人在一本正经的开玩笑 有人在一本正经的科普 今日份的快乐已经收到 不过有谁能解释一下为啥无辣不欢的小可爱 却能够唱出天类之音呢 言归正传 感谢周深在愚人节送来如此搞笑的段子 有一时感到周深总会不放过任何一个节日 送来最适宜的祝福 今日份的护嗓攻略已经收下了 但是不知道能否唱出一首成功的歌曲呢 此外 今日在有你音乐榜的官方微博的榜单之上 看到了一个关于周深的统计 小编被震撼到了 总共271次入榜 其中23次进入到榜单top20 64次进入到榜单top10 其中我是你的谁 减不见就散 这三首歌也是分别获得国冠军单曲 整个三月份的歌曲 五大维度top1的详细当中 其中要一起三次获得人际得分top1 减在三月份两次获得人际得分top1 一次获得了付费得分top1 想而易见呢 周深如今也就是成为了各类榜单的乘客了 而且成为了其中的佼佼者 OST邀约不断 歌曲保质又保量 人情和话题度也是居高不下的 这样的宝藏男孩正在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哦 一路艰辛和努力 在中国好声音中以异曲欢圆 博得了三位导师的青睐 用自己的不断付出和执着的追求 才走到了今天 现在他的歌曲每一首拎出来都可以成为经典 现在周深除了不断的一如既往给大家的好音乐 更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位天籁之鹰 表现的也是越来越多元化了 比如常常被粉丝拿来调侃的沙雕戏之 在导师之路上表现的专业性和技巧性 在综艺节目上给大家满满的喜剧感 以比起那些稍微有下人气 就各种跨行的浮躁艺人 周深可以撤得上是演艺圈踏实进取的楷模和标杆了 作为一个生米 第一次追星就这么的幸运了 阿姨感觉真的是三生有幸 所谓的偶像或者是榜样 不仅是外部的形象以及专业能力 更是她对待喜欢的事物的一种态度 周深让人看到了希望 让人明白了什么叫做天道雏琴 能够在有你音乐榜单上面取得这么高的成绩 这是实力使然 更是对她始终如意的一份最好的回报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